班直航班机每个礼拜有12班通通被取消了 推估在春节期间大约就有2000名旅客都受到影响 而根据海机会的估算 大约就有200多名台湾青年还有100多名的台商 现在都还在武汉当地 陆委辉表示将会密切的关心状况 至于原本在台湾的130名武汉团客 观光局也要求他们必须要定期回报状况 住宿的房间也会集中来安排 连用餐都尽量跟其他民众区隔开来 而昨天已经有两团出境转飞广州了 在今天预计还会有一团转飞到南京 目前只剩下73人还在台湾旅行 预计他们28号就会全数离开台湾 全台防疫拉近报除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曾经拉高到第二级开设 移民署也将查验中国大陆人民入境证 要求武汉民众不得来台 只是还在当地滞留的台商怎么办 我们目前只接到一位台湾的家属 有来电 询问他在武汉的台商 相关的一些反台状况 根据海基会统计 还待在武汉的台湾青年 大约有200多人 台商则有100多人 不过认为多数都已经回台过年 如今华航、华信、东方以及南方航空的直航班机 每周12班已经全数填飞 光是春节期间 预估影响超过2000名旅客 至于还待在台湾的武汉旅游团客 大约还有130人 目前将会继续行程 不过观光局已经要求领队导游 必须定期通报旅客状况 住宿房间会集中安排 用餐尽量与其他民众区隔 之后将会透过第三地转机 或是改飞大陆其他航点 预计28号全数离台 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 一定要立即通报观光局 以及卫福部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还没有接到这部分的通报 所以说代表说这一切还是正常 另外在武汉就学的台湾学生 大约250人已经全数返台 面对对岸疫情扩散几乎失控 台湾加紧防疫没有假期 要做到滴水不漏 记者陈子凡林一新台北报道